大家好,又到Brother短片教学的时间了 今次会和大家示范在Mac机上 如何使用双面打印的 因为都曾经收过一些客人的讯息 都说可能不容易找到 或者不知道在哪里做设定 其实都很简单 今次会和大家示范 最简单,譬如我有一个PDF file 需要打印,这个PDF file有两版的 怎样做呢?很简单 其实只需要首先去File 选择Print 有某部分的软件 其实直接在这个位置 已经有2Sign可以给你选择了 2Sign顾名思义 就是底面两版都会帮你印 即是箱面打印 而如果 万一你遇到一个软件 没有2Sign可以选择 都不要紧 只需要去下面 Preview这个位置 按进去 选择Layout 这里都会有2Sign的选项 可以给你选择 这里会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Long Edge 一个是Sort Edge 究竟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最简单 就是那张双面打印 在长边反转 还是短边反转 一般来说 其实都会用Long Edge 我这里用Long Edge做个示范 选择好之后 其实你看到上面 有2Sign 它都自动帮你剔助 你可以按摩 Print 其实可以看回相机 出来的效果 你就会看回 底面都已经可以印到 以及也是像刚才所说 用长边来打印的 希望今次这个示范 可以帮大家 更方便使用到 我们Brother的机器 这一节的时间 暂时到这里 下一节再见 拜拜